你看过这样的爵士乐现场表演吗 中庸爵士乐团率先打响2024台北爵士音乐节第一唱 主唱以及键盘手两位外国人身穿改良式古装 呼应了农历龙年的意象 2024台北爵士音乐节Long Live Jazz活动 8月30日登场 重头戏就是9月6号到9月8号 在大岸森林公园为期三天的爵士户外音乐会 美国传奇吉他手Michael Storm 台湾鼓王黄瑞峰 以及金曲常盛军舒佩青等阵容轮番上阵 为市民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饗宴 3212024台北爵士音乐节 Long Live Jazz正式登场 网言户外音乐会都遇到下雨 所以都将发放雨衣东民众使用 而且几次经验下来 即使下雨反而更激起观众热情 看表演应该还OK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我们遇到好几次 就是下雨反而台上越来越嗨 对因为大家就是不管这个下雨 就跟台上一起共演 就是上面的台上的演 然后大家也在跟着雨中一起共舞这样子 就感觉还蛮好的 台北市府与策展单位向市民招手 9月初Long Live Jazz 民事新英文陈守珍 李奇台北报导 启动仪式正式完成 我们预设